今天麥克風是我自己別的啊 你們聽得到嗎 好 那就好 沒事 還有三分鐘啊 大家那個 去拿你們的茶跟酒跟咖啡跟可可亞跟洋樂多跟牛奶 跟溫開水 哇塞 我的咖啡來了 取杯 喝咖啡 莎莎 你早上做那些怪夢現在還行的喔 非常好 肖月如 你的小孩我又看到了 好可愛喔 欸 你們兩個小朋友要現在就練習啊 提前部署 知道嗎 有 有 有 好 這邊那個永遠都會 然後右邊那個都晚大概十秒鐘 欸 換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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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你看 每次都換十秒 他每次都換十秒鐘 實在蠻好笑的 好 啊 祖軒你會碰甘咧 還在睡喔 在睡喔 沒關係 好啊 莎佳偉 你怎麼那麼早到啊 阿姨找 幹嘛叫人家阿姨啊 欸 你這樣好早喔 阿姨把貓也好可愛 阿姨看這種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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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也是養貓嘛 阿姨 阿姨 你是除了小孩 有養貓對不對啊 阿姨啊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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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也是養貓嗎 有有有有 那個 會軟髮 對 那個烤得很好吃 超級好吃 可以 Matthew,Matthew我第一次看到你了,你好瘦喔 沒有,你不要理我,我都在亂講 我除了講英文以外,你什麼都不要聽 我的話不能聽 你們有沒有覺得台灣的雙語教育越來越瞎啦 我跟你說那個預算編下去 我告訴你預算編下去大家會實隨之位喔 停不了了 加油,踩煞車停下來,錢都給我沒用就好 真的,停不下來了啦 我覺得我坐的位置很奇怪 應該坐這裡 9點9分咧 好啦,喝最後一口,要上課囉 小不是早安 喔,你的美國人喔 Anita Wong說那個 The style is very literary and poetic The author uses one of my favorite poetic devices alliteration 很好啊,他不是外行人啊 但也不是那個嘛 欸,我這樣講話會不會很機車喔 我覺得 我很努力的 不是 這就像大圈說版 我很機車喔 超機車的 我超機車的 那我是韋士 那我是韋士牌 我是小D喔好不好 我50cc 我只要有駕照就可以騎了好不好 好啦,9點10分的 不要再胡扯了 來喔 嘿 嘿 嘿 來吧 嘿 我每次都忘了 我跟你講我真的每次都忘了 我拉一看 喔,這樣嘛 大概,好像那個 喔,它是這樣子 喔,一隻手就像 好像拉小提子 是吧,好,非常好 好好好 我跟你講我對你們刮目相看的 你們都沒有那個 沒有 這叫什麼 沒事啦,沒事啦 我只是 好像有人要側錄嘛 有些人要拍 拍今天 那個 我對你們刮目相看是說 你們都沒有那個 你們都沒有落入慣性啊 慣性就是 你看那個體操那個看習慣了 就覺得沒什麼要不起的 我覺得你們每一個人 還都保有同心 赤子之心喔 這樣滿好的 我們上線的人啊 今天是後製典時代第二堂喔 好 我講後製典時代 不是開玩笑講的 我是 我是認真跟你說 真的叫後製典時代 我是很有時代感的人啊 因為我自己博士論文 就寫歷史的嘛 就是 分時期是很好玩的啊 不只是很好玩的啊 你史料如果夠扎實的時候啊 那個分期是絕對有道理的 不是你亂講的 就是它真的 比如說每30年就有一個時期 每20年就有一個趨勢嘛 有一個大勢所趨障 然後那個分 分期是有 有 有啟蒙的意義的啦 Anyway 我說今天是後製典時代的第二堂啊 我們就 你們會開始發現我教 我教 不是教書了 我分享這件事情的方式 會越來越不一樣啦 呃 昨天是第一個不一樣嘛 就是我 第一個我拿了自己的產品出來 不怕你們說是工商時間嘛 因為你們陸陸續續都收到了啊 你們一收到就知道 我們不惜重本的製作 也不惜重本的在寄送啊 送出去啊 我們光那個保護的措施 就是那個嘛 不要講成本啦 講成本很無聊啦 我們是非常用心很呵護很珍惜 在做這件事啦 所以你們會發現到兩個特色啊 一個特色是我沒有在避諱 因為我在談我的產品啊 我沒有談其他產品 我就跟你談字典啊 後製典時代嘛 我們其他的產品 我不跟你談這個啦 那就真的有點瓜田裡下啊 我跟你談的是 我那個堂堂正正的台灣人 我不會怕任何人說任何的話 字典 第一個是產品啊 第二個就是我開始講成果 你們有在聽齁 朱萱你有在聽齁 我開始講成果了 我以前只講過程啊 我以前甚至於連過程都不講 我以前只講動機啊 我認為講理論就好了 我認為大家都聽得懂啊 講了理論講了動機 講了發心發願啊 講了原理之後 大家可以自己推理嘛 我錯了 當然要講成果啊 所有的人都看成果啊 包括我自己在內 我也看成果啊 所以從今天開始 其實從昨天開始啊 我就不必會跟你談成果啊 那我給你們看的第一個成果就是 讀寫的成果嘛 那我自己既然都說要教各位讀寫 那我就自己給你看我寫的東西嘛 然後既然我要教各位發音口語嘛 那我就念那一段東西給你們聽嘛 哇大概是這樣啦 那你們又會說啦 老師厲害不表示學生厲害啊 所以我等一下給你看我的學生讀寫的成品嘛 然後你們又會說啦 一個學生讀寫厲害 不表示所有的學生讀寫厲害 所以我會陸陸續續把我每一個學生的讀寫 都拿給你看啊 然後你們又開始說啦 蕭博士你超厲害的啊 你有所有的資源給予一生嘛 你的學生每一個都厲害算什麼 我就說好啊 我拿我的師資的 我的學生啊 我的學生的學生的東西給你們看嘛 通通給你們看完 通通看完一輪之後 你相不相信還是有九成的人會說 哎哎哎哎 已經不知道要說什麼一直這樣吧 哎哎哎 然後就不知道說 就無語無倫次啊 九成的人會這樣啊 可是一成的人就夠啦 你們要跟著我做這個寧靜的 優雅的社會革命啊 這個教改運動啊 你就聽懂我這個創辦人 我這個領頭人的邏輯啊 我只要一成啊 我只要一成就好了 我們國家的人口的一成就是兩百萬人啊 那夠了啦夠了 多於幾乎 多於幾乎 平均一個班上啊 一個小學的班上三十人啊 裡面的一成就要三個人啊 你們有任何教書經驗的人都知道啊 一個班上三十個人啊 有三個人是讀書的料就已經是奇蹟了 通常是一個都不到啦 一個都不到啊 全班第一名又不是全校第一名 全校第一名又不是什麼 台北市第一名多少人你知道嗎 全台灣第一名多少人啊 東班球第一名多少人 所以我說我只要一成啊 所以我們現在每一次我們的群組裡面兩千多人嘛 一成就是什麼啊 兩百個人啊 兩百個人願意跟隨我們做這個運動很了不起啦 好不好 更何況那個群組兩千人現在是小事啊 字典慢慢出去了嘛 那個人一定暴增的啊 每一個人都會看到我在說什麼啊 因為大家喜歡看成果嘛 好啦就這樣啊 就講到就講到這邊喔 因為今天是後字典時代的第二堂課 我們要談的是三大樂事裡面的第二大樂事啊 第一個樂事是談聽說能力的 也就是到最高點的時候叫做思辨樂事 第二個樂事叫做談讀寫能力 它到最高點的時候叫做創作 第三個叫做文化素養 它到最上面的時候叫做文明樂事嘛 然後我們現在講的是第二個樂事就是讀寫 就是創作樂事 創作樂事裡面的今天是第七堂課嘛 OK 然後是後字典時代的第二堂課啦 第二堂課 然後就要開始跟你們講很多的成果啊 然後講很多我平常不太會講的 我這輩子平常 不是平常 我這輩子都不這樣講的 可是後字典了嘛 我們就開始講這些事情啊 因為我們在跟時間賽跑啊 我看到那個蕭玉如的小孩啊 我看到竹萱想到他的小孩啊 我看到四字山漫黃真林那邊也有小孩啊 我看到小孩就覺得很急啊 我們在賽跑 我們也在拔河啊 我們在跟誰賽跑跟誰拔河啊 跟那些外行人啊 你們接下來 你接下來一直 你一直注意台灣雙語的新聞就好了 你一直去Google啊 一直注意新聞啊 我跟你講 還早得很啊 預算才剛剛編下去嘛 十幾億十幾億的編嘛 你慢慢看啊 這件事情會超越你的想像啊 就是它墮落的程度啊 就是荒謬的程度啊 CLEO 我現在在說CLEO 我公開就講我反對CLEO啊 CLEO沒有任何道理啊 CLEO的英文叫做 Content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Integrated Learning就是整合式的學習法啦 學習法就不談了 整合是什麼意思 整合就是前面兩個事情整合在一起嘛 第一個叫Content就是內容 第二個叫Language就是語言嘛 就是內容跟語言要整合在一起的學習法嘛 OK 這是我們台灣即將要用的喔 KK已經不用了30年也沒給一個交代 都沒給你交代的啦 說不用就不用了 後來變Phonics 30年嘛 也沒給你交代啊 他也沒有交代KK為什麼不好 就直接換成Phonics 現在Phonics要換成CLIO 也沒給個交代說為什麼Phonics不好啊 他說不好是真的把它廢掉嗎 沒有喔 KK不要說不好是說國中在學 國小不要學了 這是兩個矛盾你知道嗎 再來就是Phonics說小學學嘛對不對 既然Phonics那麼好 看到這都會拼了什麼都會了 你幹嘛用CLIO啊 沒有道理啦 我們這麼愛孩子 放到孩子嘴巴裡面的東西 每一個都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 標示地點啦 有沒有基啦 有沒有營養啦 有沒有食用色素防腐劑的啊 放到小孩子嘴巴裡面的東西 我們那麼講究 放到孩子的嘴巴講究啊 放到腦袋裡的東西了 學英文那麼重要的事情了 亂學一通啊 當我們在說CLIO的時候 我們在說的就是一個方法 它是把科目本身跟英文放在一起 OK 加在一起 我再解釋一次喔 它叫Content Language 它沒有說Content English 你們聽得懂嗎 它不是針對英文這件事 但是它是說任何一個專業學科 跟任何一個外語 不是母語啦 如果是母語 它就是那個科目了嘛 如果那個Content跟那個Language 指的那個Language 是母語的話 它本來就是數學就數學嘛 本來就用中文在教數學啊 那有什麼好CLIO的 本來就用自然中文在教自然嘛 那就不叫CLIO了 那個就叫自然課 所以那個Language的邏輯啊 叫做Second Language 它叫做第二外語嘛 你用外語跟你的專業科目 結合在一起 那個叫CLIO了 好不好 我們先把定義搞清楚啊 把專業科目跟第二外語 結合在一起的教學法 叫做CLIO 這是台灣小孩子 你們沒有人跑得掉的啦 還會再流行30年的啦 沒有一個跑得掉喔 那我們來了解一下 現在到底在必須的棒嘛 現在到底在教什麼啦 我定義講清楚了喔 專業科目 跟一個外語嘛 沒錯吧 OK 這個定義很清楚喔 我舉一些例子給你們聽啊 你們去跟你們身邊的人講啊 跟你身邊最有錢的人講 跟你身邊官最大的人講 跟你身邊學問最高的人講 好不好 跟他講一下我說的例子啊 我說你要了解CLIO的話 定義叫做外語 跟專業科目合在一起 沒錯吧 專業科目 好 那我現在就開始 我開始講囉 台灣現在是不是接受了 自然老師 數學老師 美術老師 體育老師 去用一個他不太熟的 他不是他的專業嘛 他不太會的 外語 不太會的 去進行整合嘛 我們要接受 我們現在在 我們 我們從蔡英文以降 再告訴台灣的家長說 我們國家正式要變這樣子 你們每一個人的孩子 都要被一個 學有專攻的自然老師 用他不太會的外語 來整合在一起教嘛 這個定義清楚了對不對 那我這樣講啊 那我去日本的時候 我點菜怎麼辦 我去日本用外語點菜嘛 我不太會嘛 我不太會日文啊 那我去餐廳 點菜是不是叫cleo了 我把一個專業的事情 菜單上面是很專業的東西嘛 我把一個專業的東西 用一個我不太熟的外語 加在一起 整合在一起 是不是叫做我出國點菜 他那個那個level 是low成那個樣子嘛 這個例子聽得懂嗎 就是我不太會 我是個數學老師嘛 我的教真 我的一切的專業訓練 都是訓練我用中文教數學嘛 現在你跟我講說 你英文也還ok啊 那就整合在一起的時候 這個是多麼侮辱人的政策 你知道嗎 我不太會的外語 你叫我去教我的專業科目 這個跟你叫我用法文 用英文 用德文 用日文 去那個國家點菜 有什麼兩樣 點菜還比較簡單的耶 你叫我去教數學 誰會啊 這個例子 你們先放在心上 這是第一個例子 第二個例子 你會越聽越懂我在說什麼 你聽到後來不要毛骨悚然 台灣現在有第二個政策 叫做母語政策 你們知道嗎 台灣小孩多可憐啊 他除了普通話 然後我們說的國語華語以外 他還要學台語和洛華嘛 對不對 還要在學客家話嘛 對不對 還有原住民嘛 對不對 還有美語嘛 沒錯 把這些東西統統放在一起嘛 我問你個問題啊 既然CLEO的邏輯叫做 用一個你不太熟的外語 去教你的專業科目 既然是這樣子的話 我可不可以公開的請問 所有有決策權的人 為什麼不是用台語教數學 我問你嘛 為什麼不是 他是最典型的CLEO啊 那你用台語去教數學 教教自然教音樂 教教美術嘛 他不是 他完完全全就是CLEO的定義 你知道嗎 那這樣還多了一節課出來 因為如果要上母語的話 不是本來有一節課嗎 那一節課跟數學放在一起 這樣不是很好 還可以CLEO耶 我現在告訴你 好嗎 我是台語不錯 好不好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怎麼開這支手機 好不好 就開始胡扯 但 我如果是現在告訴你怎麼開機 開機 開機 還是關機 這支 這支手機 是 給你碰過 對不對 我現在說的 我告訴你 我現在說的英文 我現在說的台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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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在改這個科目 這個專業的科目 我現在在修用的台語 和我現在在改這個專業的科目 是不是比大部分的 主人還是所學老師的英文 比較好 我的台語 比他們的英文 比較好 對不對 我的台語 是不是優於 數學老師的英文 沒有不對 對不對 我是說得很難聽 很奇怪 不過你們怎麼聽 你們也笑 對不對 對嗎 我其實是他們台語 在計算 你知道嗎 我的台語 比大部分的主人 所學 體悪 老師 更好的英文 更好 我現在在教的這件事 比他們在教的 事情更簡單 你知道嗎 幾個小孩 你怎麼騎一下 有看到電話有躲起來嗎 電話沒有 躲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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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了 你這樣給你 滑一下 有沒有 要輸入你的 你的 password 要輸入 就可以 open 機 你們知道我在說什麼 對不對 你剛剛看到的這個 我用台語的clear 我現在這個clear 九十分了 我的語言能力極強 我教的東西極簡單 你都聽到快要昏倒了 我跟你說 你們都快聽到昏倒了 這是我們政府編十幾億 十幾億 不知道在幹什麼 每一堂課都要這樣搞 好不好 你們解釋一下 給你身邊的人聽 因為最上面做決策的人 他絕對不懂 cleo 你放心好了 最上面那個人絕對不懂的 他只能問他相信的幕僚 講到最後就是一團 一筆爛賬 一筆爛賬 中國大陸有很多樓 甚至於整個園區叫爛尾樓 就是說你蓋到後來蓋不下去了 那個 我跟你講台灣的孩子到後來 大家的中英文都變 都變爛尾樓 他收不了 尾收山 你知道嗎 好不好 好我今天到 先到此為止 我剛剛示範的給你們看 什麼叫做cleo 然後你們 你們自己扪心自問看看 這麼喜歡教台語不是嗎 這麼喜歡教客語不是嗎 那你就用客語跟台語去教那些content 不就好了 教那些專業科目就好了嗎 你試看看成果啊 如果這樣成果你可以接受 我們再來談用英文教嘛 如果你連用台語教你覺得那個成果爛得要死的話 那還得了 那你怎麼用英文教啊 你知不知道那個啊 中山大學開始了啊 開第一槍了啊 中山大學開始了 不是我在亂講啊 中山大學校長自己出來說了啊 二分之一要用全英文教學啊 我真的不懂我們台灣這些檯面上的人是欺負大家都沒有讀過書喔 還是什麼還是沒出過國喔 還是沒進過大學校園 你要用全英文大學一半的科目全英文授課 外文系老師都做不到的事情 你叫所有理工科的做 理工科的喔 好我假設喔 我是個很有邏輯的人 我假設老師通通可以啦 我假設囉 老師通通可以啦 啊學生咧 這是莫名其妙 突然間所有 突然間所有台灣大學生的英文聽力都變好了喔 這是什麼 只因為你下了一個政策喔 通通變好了喔 那你怎麼解釋高中的一層的英文壓蛋 你怎麼解釋那件事啊 一層的高三生翻譯分對不對 不是有壓蛋嗎 那一層的人去搭配上大學的錄取率 是不是表示有很多大學生是不行的 之前全英文授課是什麼 好啦 我批評完CLEO囉 我跟你們講正向的東西啦 好不好我們來講正向的 不能只批評啦 我跟你們講正向的 你們現在有孩子的啊 你問問 門心字問一下 我寫了一些歌 你們記得嗎 如果你有參加過我的活動的話 我寫了一些歌啊 用我的檔歌啊 去當背景啊 我說你本來啊 本來認為有十隻手指頭啊 十隻腳指頭啊 就是人生最快樂的事了 你看到你的孩子 剛出生的孩子 真的有十隻喔 就覺得沒事了嘛 最開心就這件事啦 那到後來發生了什麼事啊 都變了 都碰到那件事嘛 變直嗎 人生都會這樣 這我懂 我不是在跟你講 要追求永恆 我是跟你說 我們現在有一個共識 本來都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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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什麼時候變了嘛 昨天熱火隊是不是破天荒的 居然打贏了胡人隊 在第三節的時候 胡人本來還超前兩分的 結果那個Jimmy Butler 嚇死人了 40分的Triple Double 是不是胡人隊的教練的邏輯裡面啊 叫做What happened 不是平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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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手平手平手 什麼壽輸了有沒有 它是個轉折點 那個轉折點 你相不相信 他們連續會看兩天的Tape 連續看兩天的錄影帶 到底在哪一個剎那轉了嗎 哪幾個剎那轉了嗎 風向轉了嗎 男女朋友是不是有時候會分手 你會回想說 哎呀就是當年情人節 就有那個蛛絲馬跡對不對 然後愛小孩的人啊 到後來本來不是說了嗎 能夠廁所自己上就很開心嗎 為什麼後來變成要假上 記得嗎我寫的啊 自己會上廁所 廁所自己上 本來就給你鼓鼓掌的 後來怎麼變成一定要假上 假上到後來變成什麼 英文要90分 什麼時候變這樣 不是十隻手指頭就好了嗎 什麼時候變的嗎 我現在在跟你們講的 第一件事情是講clear 那個用台語的那個邏輯對不對 今天要教的第二件事情叫做 你到底什麼時候變的 那個東西什麼時候發生變化的 我不是要指責各位啊 我是在教你們 我花了一輩子的心血的智慧 我跟你講三個答案 我跟你講答案 你們聽清楚我現在說的哦 你們聽清楚我現在說的哦 西方文化就是東方文化 面就是飯 爸爸就是媽媽 因為他一點分辨的能力都沒有的時候啊 他又沒有那個分辨能力 你給他什麼他就學什麼嘛 小孩子是不是有一個 你到任何國家都可以學成母語的能力 沒錯吧 我們大家都同意他有那個能力哦 那我問你啊 他什麼時候喪失那個能力的 這個是最重要的 蔡英文應該去想的問題 柯文哲啊 鄭文燦應該想這個問題 如果他們要更上層樓 不要說更上層樓 想要做點為蒼生好的事情 要去想這件事 到底是在什麼剎那 哪一個剎那 對於我們的孩子來說 在哪個剎那 美語變成外語了 我在問這個問題 到底哪一點開始美語突然變外語了 你告訴我們哪一點嘛 就像胡人隊是哪一點開始輸了嘛 因為四十百在眼前啊 現在碰乾還沒有輸啊 現在蕭月如那個兩個很可愛的雙胞胎 他們現在沒有輸啊 兩歲三歲的時候都沒有輸嘛 那為什麼到八歲的時候 全台灣都輸光光了 那個反勝為敗喔 那個反勝為敗的那個點 一定出現在三歲到八歲中間嘛 這不是很明顯的邏輯嗎 它發生了 而且就在三歲到八歲中間發生了 所有的政策都在談八歲以後要幹什麼 你八歲以後用CLIO有什麼用啊 你八歲用神仙也沒有用啊 因為你那個轉折點已經過了嘛 我舉三個轉折點給你們聽喔 第一個轉折點 美語的聲音變成外語了 這是第一個轉折點 第二個轉折點 英文的拼法轉成外文了 我再講一次啊 美語變成外語了 英文變成外文了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西方文化變成他方的文化了 變成不是我家的文化了 這三個轉折點我們做師長要注意嘛 有三件事會發生啊 美語會突然變外語了 英文會突然變外文了 西方文化會變成他方文化 你這三個逆轉折點抓住就好了 三個都抓住當然會好 你抓住一個就是一個啊 你們都聽懂我在說什麼對不對 好那我們就來抓嘛 我跟你講這三個我都知道什麼時候啊 現在對於碰肝來說啊 你跟他講 對他來說 他都是一樣的簡單也一樣的困難嘛 一樣他都一樣你知道嗎 統統一樣 你不要以為彈舌音比較難好不好 你不是去過聽南美洲中美洲那些 打舌打的跟什麼一樣啊 他沒有困難跟容易的問題 他只有你在幼兒的時候啊 你在學習的時候那個轉折點 你被你被輸入被洗腦被誰洗腦 被愛你的爸爸洗腦了 被愛你的媽媽洗腦了 被愛你的老師跟政府洗腦說 這個叫做美語 它是你的外語 它不是你的母語 有沒有聽到有沒有聽到 它不是美語是外語 是外國的 是外來的 是外人的 是外面的 不是你的母語 所以 你講的爛是應該的 它是從那一點開始轉的嘛 我們背後的這一張注音符號表 就在解決這個問題嘛 我們在告訴所有的碰肝跟蕭月如的小 我們在告訴所有的台灣孩子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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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千萬不要被洗腦了 愛你的爸爸媽媽跟老師跟你的政府 已經幫你把你的外語跟你的母語 合在一起了嘛 你就不用去管這件事情了嘛 外語不會變 它不會變成外語的 它就是你的母語 你有幾個母語 兩個嘛 就叫雙語 就這兩個嘛 這樣懂嗎 非常重要的觀念 because kids will believe anything they will believe anything you tell them 你跟孩子說 有聖誕老公公 他就說好 我等他 我不睡 我等他 當然會睡著啊 小孩子當然睡著啊 第二天在襪子裡面看到禮物 就說果然來了 是不是 they will believe anything you tell them 那你就跟他說你的母語有66個聲音 That's it 有什麼了不起的啊 你以為我每 你以為我這次在做的事情有多難喔 有夠簡單的 說起來簡單啊 就像胡人隊的教練如果說 時間可以重來的話 我就知道第三節結束的時候 我再怎麼樣也不要讓見面包圍拿到球啊 時光千金不能買早知道嘛 可是你們可以買早知道 因為我跟你講 你現在就早知道 你現在就知道了啊 你在他認為美語是外語的時候要轉過來 用後面這一章就把它轉過來嘛 好不好 這是我們語的東西嘛 聲音的東西啊 我們這幾堂課的主軸是讀跟寫嘛 就是spelling啊 什麼時候啊 我問你啊 什麼時候我們的孩子覺得英文是外文啊 什麼時候開始的 你教他寫ABCD都還不是你知道嗎 他真正感到挫折的時候啊 真正挫折的時候 就是phonics的規則啊 一再出現例外的時候 那是小孩真的覺得這是個陌生的外文的時候啊 你去想想我在說的吧 如果B啊 如果B永遠BBBBBB 如果B永遠都念B 然後A啊 永遠都念A 永遠沒有例外的話 你們想一想哦 如果英文的拼音永遠沒有例外的話 它跟注音符號有什麼不一樣 我再講一次啊 不讓ops! 若B啊 這個字母啊 若B啊 永遠都念BB而ABBBBBB everybody 永遠都念 process 英文字母跟注音符號有什麼不一樣你告訴我 他只是长得不一样 他哪里不一样 那我是不是帮你们找到了第二个 爱情在变直的那个时候了 我是不是找到第二个变直的那个点 孩子什么时候开始认为英文是外文 地外的时候 一例外他心就沉溺下去一点点 再例外他心又沉下去一点点 你再扣两分他心再沉下去一点点 因为他本来是满腔的信心 他本来是爽 他觉得太险太有信心了 他这样一直例外 Phoenix例外 拼音例外 Spelling Coven一直例外 心一直沉沉沉 沉到一个临界点的时候 孩子会做两件事 他会求助 求助就是爸爸我要给我钱 我要去补英文 这是第一个临界点的时候 第一个动作是求助 第二个动作就是放弃了 我再跟你们说 没有第三条路 要么你求助 你家没钱就算了 就没了啦 等着别人补救 你只有两条路 要么你就去靠自己家里的福报去补习 第二条路就是放弃 当你发现英文是外文的时候 当你发现Spelling都没有规则的时候 好 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找到解药了 我们是不是给他第三条路 我的第三条路是什么 我编一本字典五千个字给你 这本字典你每一个规则在看前面 你看前面八成的字的时候 你信心满满 你会突然看到 你会突然看到 这个字开始有例外了 拜托你把书合起来 不要再看了 那么就好了 至少你学到八成的英文 我们是不是保护了这个孩子 保护到英文的八成 你们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他除了要钱补习 直接放弃以外 他还有第三条路了 他躲到字典里面去就好了 字典跟防护罩没两样 那个金钟罩铁布衫 字典是他的外套 外面一直有例外在下雨 他就把它钻起来就好了 例外淋不到他 我们只能保护他到某种程度 五千个字 第六千个字就没了 他哪那么多 没有办法一直在温室里当花朵 但至少保护他 所以我再解释一次 你们的孩子都有三个 三个时间点会被美语 吓到 因为你觉得他是外语 他不是母语 第二个时间点是英文会变外文 第三个是西方文化变他方文化 我们前两个解决了 解决语的是靠 注音符号 解决文的是靠我们的字典 其实这张注音符号表 也融入到字典里面了 所以字典解决了两件事 它也解决了声音的问题 它也解决spelling的问题 好不好 有两个你要救他 你要救孩子 有两个点 第三个点就是西方文化 什么时候出现这个点 就是做考题的时候 他一收到学校的英文考卷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看过小学英文考卷 就一提一提的 叫你选句子的文法 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对不对 一提一提的 我问你一个问题 台湾的英文考卷一提一提的是什么文化 是阿拉伯文化还是拜占庭文化 还是中华文化 一提一提的那个东西啊 它是什么文化 台湾的英文考卷一提一提叫你选ABCD是什么文化 它没有对不对 那电脑上面的任何电动 任何电动 或迪士尼的任何一部电影 是不是都在孩子的心里面认为 那个叫西方文化嘛 对不对 他喜欢那个东西嘛 要打电动看电影嘛 是不是这样 结果我们给他一个什么东西 我们在英文课的时候啊 把西方文化的东西放一边 对不对 我们给他一个考题嘛 他就要认真看那个考题不是吗 他一看就说这不是 这不是我的 这是他方文化 他一看他就说这不是嘛 没有人会看到考卷说 哇塞好好玩哦 精彩刺激的考卷啊 没有人会这样想嘛 所以孩子的第三个沉默点 第三个堕落下去的那个点 就是他第一次看到英文考卷的时候 他心知肚明嘛 这个不是我要的文化啦 每天在108课纲胡说八道 什么素养 有素养会出那种考卷哦 笑死人了 哪一天台湾的英文考卷上面呢 图多余文的时候 再跟我讲好不好 听到什么 图米文多的时候 才讲素养啊 莫名其妙 我们这些大人都好伪君子 你知道那种胡说八道 好啦三个会跌落的点 我都跟你讲了 那三个跌落的点的前两个点 可以透过我们那一本字典给挽回啦 我在工商时间吗 没有 让我卖字典赔钱好不好 我在跟你说那是我们一辈子的送给台湾的智慧的结晶的第一本 后面多的是但是这是最重要的第一本 所以我不厌其烦的跟你解释为什么字典这么重要 我大概是全台湾没有小孩的人里面啊 最关心台湾双语政策的人了 我每天都在注意现在哪个县市又在说什么呢 我真的 你知道我们师资武班的彭主任跟我讲说南投县只有五位外师的时候 我不相信 我以为他在跟我开玩笑耶 南投县不是有路股吗 路股很大耶 什么五个老师五位外师是什么概念啊 我昨天就看到联合报啊 不要讲台中好不好 台北市啊 台北市只有49位外师耶 我真的不懂 我昨天是真的有点吓到了 什么叫做只有49位外师啊 台北市啊 他告诉我两个现象 第一个现象 台北市的第50个以上的外师就为私人服务了 第一个现象啊 我第50个以外的就在替私人服务了 他就在害我的国家乘乡差距了 我跟你说真的 我看到第50个外国人 我就说你凭什么来我的国家 他害我国家的小孩的贫富差距变大 你一定是 你是为武作戳的那个人 因为你没有去我的公立学校啊 49个啊 这是第一个现象啊 第二个现象是什么 49个人去分 一定有学校没有吧 哇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真的不懂啊 这是什么意思啊 没有 这是什么意思 所以我在跟你们说啊 我批评归批评啊 我给你讲解答 台湾既然要CLEO 那就来CLEO啦 既然要来CLEO 就来CLEO 我不是象牙塔里面的人啊 大势所趋 就不要跟浪硬干 你知道吗 那我们就来冲浪嘛 大家都要CLEO 那我们来做CLEO 我也来做CLEO啊 好不好 我现在做CLEO给你看啊 我现在给你看的是 我的二年级的小孩子啊 我的学生啊 他的寒假作业了 某一年寒假 还是暑假 我都忘了 我教儿童班 是完全老庄哲学 你知道 我就跟我的学生说 哎呀 你们不是背了一些童谣吗 不是学了一些预言吗 那你如果暑假的时候 高兴的话 你就随便画一画 让他们大乱斗 好不好 随便啊 大乱斗也好 不乱斗也好了 那暑假结束的时候 拿给老师看啊 然后我给你看 他们画给我看什么 是不是 这是幸运妈妈也在线上啊 其实 这是读写了吧 各位同学 竹轩你有看到这个吗 我们台湾的孩子啊 就这样 就 我们暂且说他十岁好不好 十岁的孩子吗 跟我学了两年英文吧 三年啊 随便啊 四年都可以啦 跟我学了一辈子英文好不好 我的意思是说啊 你们看到的东西叫做 我说的读写能力 我说读写能力 不能叫读写能力 因为读写的能力 讲到最后的时候 叫做创作 听说读写的读写 到后来会叫创作 我说的后来就是 十岁的时候就会变创作了 还等到后来呢 这个小孩子等到他二十岁的时候就不得了啦 三十岁的时候更不得了啦 台湾即将有几百万个这种小孩啊 如果我们成功的话 这个不叫CLEO是什么 这没有素养吗 至少看到美术了吧 至少看到草写书法嘛 更不用提里面的那些字啊 是他自己创作自己兜在一起的 我才没有教他们单字文法的 我放大一点点给你们看好了啦 我念给你们听哦 叫做 amounts 这是脱胎于一首预言跟两首童谣啊 那一首预言故事本来叫做 a mouse, a cheese a mouse and a cheese a cheese and a mouse the mouse was hungry, nothing to eat the cheese was there, nowhere to go 这个小孩子有背嘛 所以他就改写成a mouse 然后he is so small he is so small就脱胎于另外一首童谣 叫做Jerry Hall 那一首童谣是这样讲的啊 Jerry Hall is so small a rat could eat him hat and all 所以他就把那只rat跟那只mouse 组合在一起变成a mouse he is so small 然后呢 the mouse was hungry 又回到预言故事 第三个是脱胎于另外一个童谣 叫做me, myself and I we went to the kitchen and ate a pie then my mother, she came in and chased us out with a rolling pin 他就说 he went to the kitchen and ate a cheese 所以本来是 we went to the kitchen 变成he went to the kitchen 然后 ate a pie 变成ate a cheese 这不是CLEO吗 这不用十几亿吧 十几亿杯啊 这个 他不用 他需要法 法不止十几亿啊 法几兆都买不到的 法是无价的 这是十岁的孩子的英文作业啊 这是十岁的孩子的英文作业啊 如果要教育改革 我宁愿 我投票一定投这个 这比我当年的十岁的英文好多了啊 这样叫进步吗 好不好 这个是进步啊 改头换面吗 七水的烤卷有在上面吗 好 好不好玩 我们要替许晴雨鼓掌 我再给你们看另外一个东西 现在在讲读写哦 我还是应该给笔记组的理解一下 我在说什么 今天是第七堂课 我开始讲 老师自己的 我开始讲老师自己的 我的读写成果 我给你看我的读写嘛 再来给你看什么 我的学生的读写嘛 这样是不是很有诚意了 我给你看 对照组给你看嘛 一个是 我的读写 一个是他们的读写嘛 老师的读写成果跟学生的读写成果给你们看之后 我说这个叫做Clio 然后这个叫做你可以算得出来付了我多少学费 花了他多少的英文时间吗 这两件事情都是有科学数据的吗 剩下的问题就是那台湾的社会要不要接受这样的价位 跟这样的学习时间成本 得到这样的学习成果吗 他只剩这个问题而已啊 台湾现在的英文教育的成果叫做 我们的孩子在十岁的时候 就是刚刚那个年纪哦 我们的孩子在十岁的时候 得到我们当年的 台湾现在的逻辑叫做 我们的孩子在十岁的时候 学到我们当年的十六岁的英文程度 提前啊 提前五年三年六年十年都一样 他只是时间提前 他没有直辩啊 只有量辩嘛 他只有提前学会 他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差别嘛 你刚刚看到那个叫本质上的差别啊 我们这一代的大人没有半个人 小时候英文是变这样的 那我给你看另外一个例子啊 也是嘛 学兴宇的同学啊 我们的同班同学嘛 他在天龙国的淡黄区的那一种 超级厉害的小学的考卷嘛 那是我说的那个意思啊 那个叫做提前学会以前的东西啊 这是读写 你看我们在讲读写的问题 对不对 84分的读写 86对不起 少给他两分 86分啊 这是小学三年级的英文考卷啊 This is John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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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我先把那个题目念给你们听好了啦 好不好 小学三年级哦 Read and write the answers 仔细读短文 这种英文呢 This is John 这是什么烂英文啊 这什么鬼东西啊 This is not good This is John 而且那个John的后面据点要空两格啊 一点那个格式概念都没有啊 据点后面空两格啊 逗点后面空一格啊 This is John He lives with his family There are four people in his family 这是什么 好 我不要再说人家英文了好不好 这是不好的 这是不好的英文 你们应该都知道吧 His dad 那个dad还不用大写啊 为什么 His dad is a firefighter His mom mom也不用大写 is a nurse 好巧啊 你爸爸妈妈的职业都那么巧就对了啦 He has a sister who is only two years old 我跟你们说哦 你们这里面英文最烂的人应该是主旋吧 我是听他说的啊 主旋 我跟你说 这是我们台北市小三的英文考卷吗 He has a sister who is only two years old 是国三的关系代名词啊 这么难的文法的关系代名词啊 我们认为它不用解释耶 我们认为supermarket后面要括号超级市场啊 shopping后面要括号购物啊 usually后面要括号通常 可是 he has a sister who is only two years old 是不用任何解释的 好吧 on Sundays they usually go shopping at a big supermarket John likes spaghetti very much his dad wants some steak his mom likes salad his sister has milk and eggs Today it is very cold Before going out John's mom tells him to put on his coat and she helps his little sister to put on the hat and the sweater John likes to go shopping with his family very much How many people are there in John's family 4 5 6 or 3 When do they usually go shopping on Saturdays on Sundays on Mondays on Wednesdays What does John's mother do She's a teacher a nurse a doctor a firefighter How old is John's sister 好不好 你们多看几眼好不好 我们的社会啊 不要 不要以为我们每天都在无病呻吟 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小学三年级啊 我问你啊 这一个写这份考卷的人 是不是从此跟西方文化绝缘了吗 你不用再谈西方文化了 我就跟你说 他有三个点会堕落下去 我们没有说我们是神仙啊 我们这些大人要做的就是 尽可能的延长他们的童年 你知道吗 尽可能延长童年而已嘛 总有一天要去国医嘛 总有一天要去国医 学刚刚那张考卷嘛 那张考卷一看就是以前的国医的考卷丢下来 那就是那种东西嘛 那为什么他现在小三就要这样了 他是不是活生生少了四年 小三小四小五小六 是不是少了四年 少了四年的笑容嘛 这我讲的 这我讲的不是很简单的是吗 他是不是比我们线上这三百个人少了 这四年的笑容 我没有说错吧 少四年 我每天跟你们说同一个数字啊 台湾有两百万个中小学生 九年级嘛 我就说他是十年级 除以十好不好 那是不是一年有二十万个小孩子 就是说这个小学三年级这一届是二十万人 每一个小孩是不是少了四年的笑容 你跟我家在一起 我们把我们的英文教改的运动弄成功了 把字典卖光光了 再版再版再版 超多钱的 我们就去买学校 去买地 我们来盖 我们来做真正的clear 对不对 我们来办学嘛 为了什么 二十万个小孩子 乘以四年 是不是八十万年 八十万年的笑容 竹萱 我说的没错吧 你那么会投资 你懂数字啊 八十万年的孩子的笑容 值得啦 我跟你说 到底懂不懂 我是用二十万跟你算 我没用全部人口跟你算 八十万年 你知道是什么概念吗 好不好 我们今天讲了很多开窍的事啊 我的思维方式都不是我的 都是我的老师的 我读的书啊 都是别人早就说过的概念 你们视觉有占留吧 你们记得刚刚许心语的那一张 对不对 很漂亮的那个 有看到吗 你们视觉有占留 那张很漂亮的朝鲜 很漂亮画画的 里面有西方文化 有童谣跟寓言的改写的 你有看到那个哦 你也看到另外一张考卷不是吗 可是你知不知道 这两个人是同班同学 都在我的班上 他们都在我班上 他们是同班同学啊 那你叫我怎么 你叫我怎么放得下这种事啊 刚刚那一张考卷呢 那个小学三年级的小女生考八十六分吗 他在班上是倒数第二名 你知道吗 我给你看他们他们班上分数分布好不好 我们把那个学校名称孩子名称图掉以后啊 你们应该给你身边的不要讲蔡英文了啦 昨天超好笑的 居然有人跟我说蔡英文是他以前的法律系老师 叫我什么写信 不要再不用了不用 你可以给议员看看啊 我们格局低一点 你把那个考卷给你们的议员跟立委看看啊 这才叫证件 消灭英文考卷叫证件 这个我可以接受这个我一定投他一票的那才叫证件嘛 好啦给你看看啊我没有骗你我给你看那张考卷的分数啊 我们看到英文考卷一百分的几个人六个人啊 刚刚那张考卷一百分的六个啊 这六个人的家长都该下地狱了 什么鬼啊凭什么他实费可以把那张考卷考一百分啊 你是把他逼成什么样子啊 95到99有十三个人啊 90到94 我跟你讲我就很想问94跟95 你把它分开还是有病哦 你是有病吗 94跟95有什么分的啦 那边有七个啊 那么底下有没有看到写个我 哇真的超可爱的 写个我在这里啊 我在这里就是这个小女生啊 上面加起来26个人 他们版上就算30个人他也是道主第四名啊 有没有看到国文 两个一百 英文是国文的三倍哦 英文13是两个人的六倍啊 这什么概念啊 这就是蔡英文说的台湾双语啊 我们国家疯了你知道吗 我们国家疯了 刚刚那个分部在告诉你什么 他们版上的中文 比刚刚那样的英文还要烂 刚刚那样的英文叫做 This is John His father is a firefighter His mother is a nurse 刚刚那样的英文 比刚刚那样还要烂 叫做他的中文 然后两个加起来叫台湾双语啦 然后叫做蛋黄区里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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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黄区里面全都是台大师大教授的小孩啊 911那一年啊 911啊 双子星那一年啊 我去这间国小演讲 你看多久以前了 发生的那一年 就那一天了 我跟你说我去演讲 前一天 我912去这个学校演讲 我不知道多久了 有没有20年啊 我都忘了 Nothing has changed 我才念硕士了 我都已经到了这种学校里面去对底下所有的老师 所有的家长演讲了 我那时候就说不可以这样学英文啊 20年没变啊 那一年啊 你们一定很好奇啊 那一年发生什么事啊 他们说好啊 要给我教啊 后来摆不平啊 只能有一个班嘛 摆不平 干脆就不要教肖文权来教了啊 摆不平 大家都不要了 就这样了 人生就这样了 现在换我 那字典通通给我 通通给我买一本 好了 我不跟你讲这个啦 就这样了 回去好好想一想啊 那个老师 那个 来吧 坐坐早操 土土晦气 嘿嘿嘿 现在又变早操了吗 好 预备 他腿好矮哦 他腿好短哦 真的是腿短的 是吧 腿短的阿尼哥 我跟你说 你们要去那个的去啊 那个什么 你们要去团练的啊 我们的十字班同学要去团练的团练了啊 我的牢招还没发完 我还没耍 我跟你说 体操耍 我跟你没完没了 不行啦 我跟你说 我不是占你们的时间 你们陆陆续续会有人收到字典了 拍照好不好 拍漂亮的照片 寄给我们团队啊 我们多让人家知道这本字典多漂亮 OK 然后9月17号的时候 我们会在高雄办字典的发表会 10月17号啦 讯息会再给你们啦 我是跟你讲说 我把10月17号的时间空下来 在高雄啊 高雄啊 早上啊 高雄高雄高雄 我去南部了 我去高雄了 我是美农人 我是 我是半个美农人 我是高雄人 高雄的子弟回家了 记得来了好不好 好好的 我们好好把这件事情搞定了 好 都20多年了 该搞定了 好 再见咯 哎 大家有要跟他们聊什么吗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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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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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